就不是考试的 而是真的能够做一些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你在Google这边打一个BMI好了 诶 换错了 BMI 然后他会有一个几个查询结果 BMI 第一个 什么叫BMI 你可以自己看维基百科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这一个 所以请各位模仿像这一个 这个网页上的程式 那里面他就是输入一个升高 输入几公分 体重输入几公斤 然后呢 最后显示出BMI 并且呢他告诉你评语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类似模仿这样子 比如说身高是几公分 体重是多少 随便输入一个 但这不是我的体重 按开始计算 24.4 稍微过重一点点 那底下还有一些逻辑判断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模仿那个 就是Google到BMI这个 然后你大概知道一下逻辑 那什么叫BMI BMI是你的身高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到那个什么呢 我们就建一个新的Module 也许不用建建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这个考试题里面 我们就建一般的题 那名称也许取叫BMI吧 然后Finish之后的话 那我demo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 输入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 把它停一下 那比如说呢 一样输入体重 所以模拟啦 比如说以刚刚那个网页上的这个东西 这个画面 然后做一个模拟对象 比如说体重 体重先输入 然后身高 OK 那顶多就是多一个 输出的结果 你会发现 我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第一个 OK BMI结果 所以我请各位练习一下 反正这个程式里面至于怎么写 你自己可以想想看 不见得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输入一个身体重 再输入一个身高 或者输入身高都可以啦 然后显示它的BMI 那BMI的规则基本上 我这边刚网页上有了 那你可以参考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怎么样 我是输入一个W W是体重 H是身高 那一样用Floz 我用Floz的转型 因为有可能有小数点 那就把它怎么样 除以100 因为它这个计算的公式里面 是用公尺 不是用公分 所以一定要除100 然后把它什么平方 H的平方 但是最后的话 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 各位 这个地方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而且怎么样 这边本来平宇在后面 可能是空白 那我是怎么样 把它强制换行 如果我这边希望怎样 本来是在同一行的 我要在这边呢 加一个换行符号 Enter一下 帮我换到下一行 那这样怎么做呢 其实这边的话 顶多是多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叫做 叫拖曳资源 就是你要加一个反斜线 就有一个换行的效果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BMI部分 那这一题的话 我看好像类似BMI的题目 其实在第四类里面呢 他也有一题 好像有一题整合题 他这个整合题是406里面 有一个叫不定回圈 BMI计算 他逻辑差不多了 只是说他的那个 要的东西不一样 输入一个 身高体重 然后把BMI呢 输出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BMI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 前面部分输入两个 然后计算之后 可能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这些就是BMI嘛 那我们的BMI值 根据那个公式就是什么呢 那个体重 乘上什么呢 我看 有点不太 来这边 BMI的值 所以输入两个 那我把它转型 那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我担心会有小数点 所以用Float 然后把那个身高除以一千 就是用公尺 因为他BMI计算一定是公尺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 那最后我会计算出那个BMI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那个BMI值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输出的结果 长这样的话 那就是什么 Printer 有没有 Printer BMI冒号 后面的话就是把BMI先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前面讲过BMI冒号 OK 然后呢格式化的东西放这里 前面讲过了 就是一个什么大瓜糊 有没有 先冒号 然后点2F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想将来用到的机会满大 你就是后面再加上什么 点Format就好了 后面先给格式嘛 包含就是他的四串加格式 然后呢就点一下Format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 就是要的格式资料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话你就给他 看他要几个参数 我们一个的话就是把那个BMI带进来 BMI 那就是把这个词带进来之后 丢到这边格式化 所以BMI冒号这个结果应该没问题 但是下一行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再来加评语 所以我也许啦 这边是BMI先输出 那下面的话就是评语 不过评语的部分的话 会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底下做逻辑判断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那个云端 我网路上面我Google那个BMI的值 那BMI的值里面会有什么 当他小于18.5的话 那是过轻 OK 体重过轻 那如果说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正常 那除此之外这个范围过重 以此类推啦 那他重度肥胖35 OK 腰围 不腰围这个部分不用理会他 另外还有一个 其实你们刚刚输入 比如说身高体重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是可以Walk 那为什么他可以Walk 基本上你按右键 检查 或者看他的程式码 按右键 程式码里面你会发现 其实他是用JavaScript写的 主要程式在哪里呢 在这个方选里面 有没有 其实甚至你也可以拿这个来修改 也未尝不可 因为有时候JavaScript 但是你要知道要怎么转 你会发现他就是这个方选 他早期的Java就是有大刮户 现在的话Python就把这个大刮户拿掉了 不过真的大刮户没有 真的省掉很多麻烦 为什么 因为常常刮户里面有刮户 刮户里面又有刮户 那头尾有时候会少一个都不行 好 而且那个要真的是太辛苦了 另外呢他也一定要宣告 宣告的话呢他是用VAR OK 然后后面就变数嘛 那只是说我们可以参考 我是举例 所以你会发现网页里面有很多JavaScript 而且另外我是觉得 当然慢慢你尽量有跨语言的能力 你不能说你只会一种语言 那么但是你也不用排斥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你至少要抓到类似的地方 找到门路进来就OK了 或者甚至最好是那个什么 相关证照 像那个TQC Plus里面也有那个嘛 相关证照 也许你去把它拿到 那当然会更加分嘛 如果你以后可以不只是收集什么公仔 收集什么东西 你可以收集证照嘛 多一些证照感觉还不错 不过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啦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刚刚这一题 把它做完 最后其实就是下面就逻辑判断 把刚刚网路上面看到的输出 你会发现根据刚刚逻辑啦就是一副 这个 如果是小于先开始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 一层一往下 应该没问题 就把它输出 不过会有一个状况发生什么 我们如果print它 然后再print这个 再换行 然后换这一个 但是呢 我在想说 有个地方好像太多雨了 什么地方呢 你会发现哦 评语冒号 评语冒号 那有的时候像我就会有写程式的洁癖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相同的地方 我就会希望不要让它一直重复出现 可不可以只放一个地方 然后就其他地方就不用放 但是问题来了 那你要怎么把这个评语放哪里呢 那你可能想说 那我应该放在哪里 这边吧 有没有 当它输出之后 要加一个串接 一个什么呢 评语的字串 所以呢 我就把评语放在这边 有没有 那这边就不用了 所以 但是会衍生另外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输出之后 这个没有评语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哦 如果我输出的话 这边它不会换行 有没有 我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改了嘛 那当然我希望 可以不要输出那么多行 诶你会发现 这边怎么 该换行的地方 没换行 不该换行的地方 却换行 有没有 评语应该要把它搬到下面来 可是它却在这里 那这边不该换行的 它却又换行 所以怎么办 这边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如何让它强制换行 记得哦 以后如果要强制换行的话 请你加一个反斜线恩就可以了 反斜线恩 这个反斜线恩在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输出一个换行 那其实你们也可以找一下 好像我前面讲义里面有一个叫拖曳资源的部分 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如果说将来你要输出什么 输出换行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输出什么 反斜线恩就是换行 OK 另外其他的话 像什么呢 双引号跟单引号 在python里面这两个是被用到 已经被用过了 比如说双引号当然都是指字元 这字串 那如果说你将来要输出 比如说你要输出前后要双引号的那个字的话 那你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输出这个不对你要怎么 你要变成前面再加一个反斜线 才会输出 例如 我希望在哪边呢 假设 我希望在bmi的前后 加上双引号 那特别注意哦 你以前想法是这样 加一个双引号 这样他会以为是一个空字算 你再加一个双引号 他这样是不接受 如果你执行他会出现错误 你只要做什么呢 刚刚他说反斜线 再加一个双引号 他就知道说 你现在是要输出什么 输出是双引号那个字元 OK 那这个叫拖曳字元 OK 那这个后面也是一样 就是加一个反斜线 那你输出的话 他就会有的bmi出现 比如说前后双引号的话 那体重 假设再输入一次 有没有发现 前后双引号就出现了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以后就要这样用 里面当然还包括什么 单引号 或者是斜线 以后如果你要输出 因为那个斜线也是被用到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字元 所以怎么办 要脱离 其实或者叫翻译有些叫转换吧 就是帮你转一下 就是说这个字元本来已经里面用了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输出 其他还有tap键 比较常用 至于其他这些都比较少用 常用的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 还有双引号 单引号 跟这个反斜 因为尤其像你的什么 输出你的 比如说我们电脑里面的 某个paste的时候 某个位置的时候 会有C帽号斜线 那这个斜线有的时候会用到 你不能直接输出的话 可能要加两个斜线 才会是正确的 那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这个接下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如何让他怎么样 把评语 有没有 你要让他把评语 他因为加了这个东西 他已经换行到这边了 是没错了 但是问题来了 过重 这边理论上应该 把它放到上面 可是他却跑到下面怎么办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printer这个 他会多一个换行 printer本身会多一个换行 那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那既然我这边已经有换行了 那我后面这边呢 就不要再多一个换行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换行吃掉 把换行吃掉的话 其实最后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斗点 然后呢 告诉他说 我后面那个换行不要 打一个end end end 等于没有东西 记得好像我前面是不是有讲过这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print本身 不要再帮我多换行了 那不要多换行的话呢 这个后面就不会有换行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 这样应该就ok了 把这边输入75 enter 175 enter 这样的话最后看到结果 就讲这样 所以顺便练习 1 所谓的拖曳字元 换行 所以你这边多一个换行 反斜线n 2 这边请你帮我加双引号 顺便练习这个 这个其实是反斜线加一个双引号 反斜线 因为你直接加双引号 他会以为是错误了 多加的 最后的话3 把那个 因为已经换行了 所以后面这些呢 后面这里就不要换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就是最后做完的话 希望看到的结果